虽然今年以来挖矿收益逐渐下降远不如前 但俗话说得好,瘦死的骆驼比马大 借此机会,英特尔便关心了旗下的专业矿卡和配套系统 正式进入了挖矿领域 而近日期的功耗性能和挖矿收益均是得到了曝光 这有更加详细的信息,下面就跟着超级客来看看吧 前日早在今年的2月份,英特尔就宣布了会进军区块链挖矿领域 并组建了专门的部门来负责 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其也正式发布了新一代挖矿芯片 Block Scale ASIC 具体来看,Block Scale ASIC芯片基于了英特尔4制程工艺打造 也就是大家所熟知的7纳米 采用了Flipcher LG E132B封装格式 尺寸大小为7.5mm x 7mm 并集成了温度传感器和电压传感器 而针对于挖矿,Block Scale ASIC芯片还支持最多256颗串流系统 并且也内置了SHAR-256硬件加速单元 能使比特币挖矿算力最高达到580GHC每秒 但功耗仅为4.8W到22.7W 换算下来能效最高为MTHC2692 针对此,英特尔还表示 至于这样的每瓦性能表现 Block Scale ASIC芯片相比主流的挖矿显卡来说 吸引能几乎是高出了1000倍 但以传统CPU不同的是 其的运行温度仅在50到85度之间 这就意味着散热方面需要花费更多的功夫 除此之外为了便于部署 英特尔还提供了名为副矿ASIC的装业矿机 其一共包含了300个挖矿芯片和258个挖矿引擎 支持SHAR-256双哈希运算 同时根据他们硬件的消息来看 这款矿机由于对比特币有特殊优化 所以在正常工作情况下 能使每个ASIC芯片保持在75度以下 以1.35到1.6GHz的频率运行 而且平均每个芯片的功耗为7.5W 并能达到137GHz每秒的挖矿算力 而集成的300个芯片则可以在3600W的功耗下 提供高达47GHz每秒的挖矿算力 这直接是甩主流显卡好几条件 而在能效比方面 副矿ASIC达成了47.7GHz每秒 相比目前主流矿机Avalon A9的30GHz每秒 以及Clock的40GHz每秒来说 确实是较为优异 至于售价和发售日期 副矿ASIC专业矿机的售价为5625美元 约合人民币35785元 仅是目前蚂蚁矿机S19G Pro的一半 这放在矿机市场中可谓是相当久吸引力了 而Block Skill ASIC处理器目前尚未公布售价 但会在2022年Q3级的发售 这样一来 希望矿工们都去选择这些专业矿卡 别再使用游戏显卡来挖矿了 不然最后成本高 而且还可能会变成空中飞人 得不偿失啊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 那如果还想了解更多意见 小伙伴的消息和科普知识 记得关注超级客 我是给强 我们下期再见